請部長 您擔任經濟部長大概有多久時間? 大概七個多月吧 現在還在兼中國石油公司的董事長嗎? 沒有兼 那是沒有派總經理代理 有總經理代理 是找沒有人? 人很難找 所以你都減了嗎? 你雖然沒有監,但是事實上 那個最重要還是要請示你 國營事業有他國營事業的體系 部長一般來講很少去 垂牽得到重大的決策、政策 需要報復以外,其他事情都他們自己處理 一個這麼重要的國營事業 可以當地扛七個月 是在代價而辜還是怎樣? 有代價而辜的這種情形嗎? 人的確不是很好找,這是事實 不好找 那為什麼好的人才 要逼他走?還是說要讓他下來? 過去啊 有一些也有不錯的人才吧 政黨輪體以後就什麼都讓他們下來了 是不是這樣? 中油沒有啊 不然這裡也有人才啊,你看他有一個啊 吳青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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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青池去做,你看他也做過這個 這個頂長齁 的市長齁 市長齁 立委做那麼多次 你看他公圍 老年 啊 啊 這都有行政經驗 啊 還會替人民相 該動長就要動長 該站在人民的立場就要站在人民的立場 你看這就是設斗的 石油公司的董事長 我們可以支持他啦 哈哈 我這不是在關說的 哈哈 這是公開推薦 大家都聽到了 這個 我們那個 潘委員跟蘇維瑩也是這樣 你覺得他 是不是適當人選啊 你不敢講 我想 剛才提過 人真的不好找 還是在等馬英九的清定啊 沒有沒有 不是人真的不好找 因為各位知道 你有這個權利可以去找人嗎 應該不是你的權利吧 一般來講 我們有推薦 我們有推薦的 推薦的權利啊 大家都 一定是推薦 然後又被刷回來嘛 是不是 不過我們是覺得說 你如果是一直扛在那個地方 你這樣 這樣不穩定 這還不太好 而且我們希望這個 整個民生的這個 使用的 這些 包括 電啦 油啦 應該站在民眾的立場 來著 來著想 這個 我覺得你們要趕快補一補 要趕快把人才補上來 剛才我聽到盧委員說 春天的燕子已經回來了 剛問一下春天的燕子已經回來了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目前從各種訂單 從這種所謂的趨勢來看 真的 我們謹記在回物之中 訂單回來了 所以就是 國內生產指標 整個都比過去高了很多 包括生產指數在裡面 如果根據我們那個 你們的經濟部的統計 我們到上個月 現在是四月嘛 四月五月了 到三月底的 工廠總公關的多少 七千五百八十四家 但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三月份的 然後你新設立的 工廠還是副成長 你如果根據這個 你知道七千五百八十四家 有多少 哪有 有 統統一個公司 還是一個工廠 七千五百八十四家 他死多少人 有多少人因為這樣失業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跟委員有一個秀儀 我跟委員有一個秀儀 跟委員報告一下 工業生產指數 是創立年新高 那是某幾項產業 某幾項產業的 的這種 生技成長 剛剛這塊的 你們也是你們的數據 這工廠關起來就關起來 關幾項 就是多少人 就是四項 所以你看 五一勞動節 這麼多人 走向街頭 你現在這四項的 你們 你們 人力走下去 派遣 派遣的人越來越多 你們建復都用派遣 人力 你根據不用多少人 一定用最多 你們統計過 派遣的人力 我沒有統計過 抱歉 我們可以統計一下 這裡 各部會都在這裡 你們那個各單位 大概都在這裡 你們應該統計一下 我們可以統計一下 你在幾天內統計一下 把這個資料送給我們委員 因為這個派遣人數大概都是 人事單位大概都有資料了 我想 因為很多單位很多 應該很清楚 我們一個禮拜 你知道派遣人力其實是非常不穩定的 每一次都要招標嘛 規定程序要這樣 規定程序是這樣的 你如果沒有 也會變成說 一個很奇怪的政府人力 禁用的 外線像 如果不是這樣 又變成一個公部門的外線像 你一個外間的民間派遣公司 結果 他的人力是 都是那一家公司來包 啊這也是怪現象 也會讓人質疑嘛 對不對 所以這種人力的禁用 其實是顯現出 這個社會 是 這個狀況非常的嚴重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人力派遣是一個 值得討論的課題 不過全世界 全世界都有人力派遣業 這都沒有例外的 但他的如果人力一直增長 比率一直增高的話 那你 經濟部 你也要檢查 不是老委會的問題 我知道我知道 你剛才說 訂單增加 訂單增加可能就是 你科技產業嘛 還是這上 我們的基層 公司工場一直在關 然後你ECFA一簽了以後 其實外移的更多 將來造成勞力 這個失衡 或者是說勞工事業 會更嚴重 而且 我在這裡提出警訊 我們台灣貧富差距會非常的高 會越來越高 你賺錢的人越來越賺錢 越來越高 你大財團越賺越多 你現在免關稅 他們越賺越多 好現在ECFA簽了以後 然後有一些產業獲得利益 那麼他 財富累積越來越多 然後 我們貧窮的人越來越貧窮 你知道我們 其實中國 他一直要跟我們台灣簽這個ECFA 他說是我們台灣拿出來 中國國台辦他王毅就很清楚講 這是你們台灣提出來 這是香港一樣 香港當時特首也是主動提出要簽SEPA 那麼簽了以後 他們才 他們表面上看起來說 香港現在很成功 每平均GDP 三萬美金以上 國民所得三萬美金以上 國民所得三萬美金以上 但是日上 根據他們社會福利 聯盟的統計 他們現在有17.5% 是非常貧窮的 差不多123萬萬的人 是低收入戶 是貧窮的人 貧窮的家庭 台灣的政權 剛才會怕香港這個經驗 所以你們現在 中國很高興 暗中高興 馬英九 哇你這個政府一上台以後 馬上跟香港一樣 主動要求我們要簽ECFA 好前一半推半就 未來一時 全照單全商 全收 好這個就跟香港的 這個成功經驗一模一樣 對中國來講 但是對台灣來講 我們也是會佈上香港的這種 貧戶差距懸殊 他們現在是開發中 全世界最高的國家 最嚴重的國家 後來台灣兵做 香港第一 你做建制部長 你有這個禮物 你不要想說 你的 表面看到一些訂單 表面看到有一些人得利 但事實上 那些基層受害的 受損的 是你的責任 所以我在跟文委員報告說是 我看這個事情 不能看訂單 我還看工業生產指數 工業生產指數 代表我們工業部門活絡的程度 當然文剛 你還看到什麼產業啊 對不對 那我也同意不同產業 不同產業 結構是不見得一樣的 我覺得你們這個結構 應該分析一下 我們有我們有 我要求你們把那個結構 做一個更詳細的分析 工業生產指數的變動情形 還有派遣人力的資料 全部送給 給你們參考一下 好 謝謝 我希望這些要做一些改善 我要選擇 好